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为那只蟹 对于江浙湖邦游地区的吃货来说 朋友圈圣传 人缘好不好 就看这几天有没有人送你梭子蟹 堪鱼之后迎来除暑 海洋渔业的休息 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带来了食节 渔业收获之时 人们享受着种类繁多的海鲜 其中梭子蟹为绝妙 刚经历了夏天的生长 初秋的螃蟹体大飙肥 肉鲜甜 高风鱼 古有生蟹配橙鸡 经由网红美食达人酿制 凤梨醉蟹 将螃蟹进行清洗 凤梨切片待用 加少许生姜 葱段 将螃蟹放蒸笼蒸15分钟左右 传统的醉蟹常选生蟹 九十山人尝试用熟蟹 更好地体贴着南北方人的肠胃 取出蒸熟后的螃蟹 放入罐中 放入凤梨 凤梨杀菌提鲜 色泽上也更加鲜亮 剁了份初秋的明黄 加入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草果 山奈等香料 浇上蜂蜜 生抽 白醋 白酒 和一坛花雕酒 蟹肉及蟹的高黄杏素阴冷 食蟹时配以黄酒容其寒 点缀香料 去其心 用清水风灌口 香料协助去除了蟹腥 醋的酸凸显出蟹的鲜爽 将凤梨醉蟹放进冰箱冷藏三日后取出 即可摆盘食用 在古代吃螃蟹 以不仅仅为饱腹 成为一件风雅之事 宋人对蟹痴迷 文学美食博主苏东坡曾写下 赤鱼白蟹筑吕下 黄杆绿菊鞭长家 秋风微凉 少了那份暑气 池熬 啄酒 赏菊 琴琴书画诗酒花 那几番石色滋味 悦然直上 静淡的碧镯曾感叹 左手持熬 右手持酒杯 扶酒池中 足可了一生 谢酒相伴 乐事无边 一生足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